大家好,我叫冯马迁 今天分享荷兰豆炒自晒腊肉 首先我们把腊肉腊肠焯一下去 焯软身 那些灰尘就跑掉了 然后又容易切了 把这个皮很硬的去掉不要 右皮很硬的不要 猪肉很弘 切片 紫帆 这辣肉要斜刀哈 也可以这样斜斜的 起来 竹筷 竹筷 酱 卸骨 鱼肉 蛤? 我们先放一勺土 这个油温不要高了 低一点的油温有三层油温就行了 用油温就很逼迟 这个油温非常好 油温也很高 油温就很高 各几,好了 好,这是宽物 我是宽貌 好,把它煎出那个腊肉的油 慢火煎嘛,不要太大火 我们在煎腊肉的过程当中,先调一点点淀粉水 淀粉水 我们用煎锅腊肉的油来爆香姜蒜 炒荷兰豆,它才香 炒荷兰豆有点底味了,那我们就一点点盐煎粉,一点点白糖 把它炒均匀,然后淀粉水 先勾起那个芡,最后就把这个腊肉炒均匀 哦,漂亮 哦,太美了 太美了,太美了